谢谢简单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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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单,别刷了,别刷了,简单你吓着我了,你刷一百万了 近日,网红反扎警察老陈在开直播时,有一神秘富豪一直在不停地刷礼物 老陈一边谢过他,一边劝阻他不要继续刷礼物,并且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是在做公益直播 很感谢这位富豪对他的支持,还说这些打赏他都会用来做公益 不得不说,陈警官真是满满正能量,此前陈警官应在平台连线各大主播,宣传大家要及时下载反扎APP而走红 走红后,陈警官依然在坚持给网民们做公益科普和教大家防诈骗知识 此前,陈警官曾停播过一段时间,据后来自曝说是因为压力过大 本想的是宣传会议大众及时下载反扎APP,却没想到会意外走红 因为自己是中专毕业,他在开播前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恐怕一句话说错了会造成不必要麻烦 出门吃个饭都会被人围起来拍照 现如今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,继续为大家科普防诈之事